顺治皇帝对范城摩说 朕已决意气势出家了 范城摩听顺治皇帝这句话心头一震 心说从三皇到五帝哪有这样的事情 难道这满人真是个个都是情种吗 多满以摄政王总揽朝纲 因为跟太后有青梅竹马之情 便不肯篡位夺机 这才几年又冒出一位要去当和尚的 心里这么想口里却说 圣上您弃九尊如气必喜 这是古至贤皇不得已之举 解朝之言呢 而今四海归心万民和谐 圣上有什么不了之事 欲轻弃万圣之尊 倒不测之地呢 顺治见他 说的又是听烂了的老一套 心里十分烦躁 断喝了一声 真意一决 你不必多言了 范成魔想了想又说 圣上 您对董皇后已经安重如山了 生非贵妃死赠皇后 狠对得起娘娘了 又何必 住口 顺治冷笑了一声 人各有志 这是你管得了的事吗 非臣多言 臣曹此兆 必为皇太后知晓 臣虽万死 岂能辞其咎 故敢犯言之沉 话还没说完 就听啪的一声 顺治是拍案大怒 你怕皇太后杀你 这次有朕来做主 你不奉赵 难道就不怕朕杀你吗 行 范成魔要的就是这句话 他战战兢兢爬起来 坐回几旁心意横 为顺治皇帝写这份遗诏 顺治皇帝隶数了自己 亲政以来的失败十三条 谈的是那么平静 就好像说别人的过失一样 范成魔是耳听手写 还要随手润色 一点也不敢分心 只觉得这头 长得老大老大的 顺治皇帝 如是重负的叹了一口气 啊 朕知道 朕的过错 是很多很多的 办完了之后 也常常觉得后悔 但只是阴寻懒惰 过后并不能很好地改 以至于过错 是愈积愈多 这就算朕的第十四条罪吧 他 推然半落在玉榻上 宫灯里的 竹类是一滴一滴落在水墨青砖地上 忽然 自明中 当当 敲了十一下 已经是自食出客了 范成魔知道 顺治皇帝最重要的决定就要下达了 他 宁神平息 只比端座待命 顺治皇帝 稍微休息了片刻 轻声教导 苏玛拉姑 奴才在 守在殿门口的苏玛拉姑 正在侧耳敬听 猛听的 顺治皇帝呼叫 吓得身上一颤 急忙 进来 攻身答应 叫沃河 他们几个都来听听 苏玛拉姑答应一声事 便去传呼 一会儿的攻防 沃河等四名贴身侍卫 一个个 鱼贯而入 挨着个的 跪一道静听 苏玛拉姑 刚要退出去 顺治 却叫住了他 你 也在这儿听听吧 你侍奉皇太后几年了 朕一向 拿你当亲妹妹一样 你听听 心中有数也好 苏玛拉姑 只是磕头 一声也不敢言语 说完了 顺治皇帝 轻咳一声 一字一顿 极为清晰的说 新皇帝 朕 决一立三皇子 悬印 他停顿了一下 又说 祝皇子 年岁都差不多 这个孩子 虽小 但聪颖过人 其已出过天花 朕也请藏僧 额尔德吉喇嘛 为其推国造命 也是极贵的歌 这些 你也不用写 他的母亲同事 人品端庄凝重 敦厚温和 堪为国母 就这样定下来吧 顺治一边 思索一边说 皇帝太小 当然 要立即为 负责大臣 朕看 索尼 苏克萨哈 厄比隆 敖拜 这四位大臣就好 范成魔 一字一句 就想刻到心里 当时 就像吃了一剂 清凉药 浑身上下 立刻就轻松下来了 新说 即使太后怪罪下来 有这四位大臣 挡在前头 所以他心里一宽 下笔也就利了多了 范成魔 替皇帝诏书上 写得很清楚 特命内大臣 索尼 苏克萨哈 厄比隆 敖拜 为辅臣 尔等皆 勋救众臣 朕以 俯心寄托 其免施忠敬 宝义充足 佐理政务 布告天下 闲使闻之 顺治皇帝 本来雷弱 今天夜里心情又特别的激动 口说完这篇诏书 脸仗的通红 浮在岸上 不住的咳嗽 苏玛拉姑一看 急忙过去 端着树鱼 我和忙过去 替顺治皇帝轻轻的锤打后背 顺治 一把拉住了我和的手 爱卿 你跟朕多年了 皇帝太小 你 可要当心些 我和此时 哪里还撑得住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伏在地上 叩头气声说 奴才 敢不以赤诚 异为右主 不要哭了 顺治一边劝着 又转脸对范成魔说 范先生 这四个人辅证 你以为如何 范成魔 忙把笔放在了笔件上 站起来 攻身打倒 回万岁的话 这四位大臣 都是社稷之臣 万岁爷 圣剑极名 没想到 顺治 却摇摇头说 也未必如此 燃祖治 汉臣不能辅证 范先生 你和一些汉臣 皆当替察 朕之身心 要是提起 这四位大臣 索尼 资网德财俱佳 可惜是老了 苏克萨哈 颇有财具 忠心耿耿 敢于认识 哎 却又资 就可以安心 安心地去了 夜深了 范成魔 已然退出去了 自尽城中 大雪 在纷纷扬扬地下注 万物都在寒冷的夜中 冻僵了 凝固了 湖楼江河 灯燕已婚 竹台上雪红的竹类堆得老高老高 只有远处 嘀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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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顺治皇帝的大桑 办得煞有介事 灵堂就设在了养心殿 一床陀螺经被 黄端面上 用金线织满了梵字经文 一袭一袭 扑盖在皇帝的子宫 金窥之中 安息香就插在 灵酒前的一尊 刘军宣德卢内 细如油丝的青烟 缭绕在大殿 宣告他的主人的灵魂 已升到了三界之外 一道意志传下 文武百官都摘掉了 披佛在大帽子上的红鹰子 礼部堂官 早泥了新皇 预计的各项礼仪程序 先承服再搬遗诏 举行登基大礼 四时出客 大兴皇帝开始小练 前清宫外 黑压压的 肃立着亲王 郡王 背了背子 和各部院的堂冠 内部府首席太监 吴良甫 阴沉着脸 站在丹池下 脖子凝着 上嘴唇 压着下嘴唇 光溜溜的下巴上 握着一道身文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在生气 其实 吴良甫心中 此时正十二分的得意 这个吴良甫原来是科尔沁 着里刻图亲王府中的一个长班 自从博尔齐锦被选入宫后 因为身边没有个得力的人 亲王就把他静了身 送进宫去 要论身份呢 他是皇后陪嫁的太监 所以没有几年 这个吴良甫就做了六宫副都太监 皇后博尔齐锦 背处为妃 皇上瞧着吴良甫 是敖拜的干儿子 并没有难为他 今日小恋 举挨之前呢 佛政大臣们就举行了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 厄比隆提出 由吴良甫任司仪 奏请太后准允 这个吴良甫便认为 风头又要转了 走起路来 扬转脸 他都不理人 这个时候 他心里有点急躁 可又有点甜丝丝的 皇后博尔齐锦 打入冷宫这八年了 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得脸过 义政王杰书 一等博索尼 还有苏克萨哈 这些平日从来不把内侍 放在眼里的亲王大臣 还有排班苏黎在滴水盐下的一群 背了背子 都要听他提掉 那是怎么样的威风 那是多么的荣耀 四出二课 六十岁的首席顾命妇人大臣索尼 到慈宁宁请训 并迎请皇太子爱勋杰罗 玄业到乾勤宫乘小殿里 新太后佟家事 着于此令 为人是寡言汉语 就有些应付不下来 就瞧着孝光太后说 请母亲辞训 孝庄太皇太后 看见老太隆重的索尼 气血伏地请训 就想到了自己的一生遭遇 从小入宫 盛庄时丧夫 自己费了多少周折 经了多少惊险 周旋与多尔滚 既是哈朗之间 甚至搭上了自己的针操 好容易才保住了儿子的皇位 这才过了几年的安生日子 却又遭此变故 一阵心酸 眼泪 夺眶而出 他对索尼说 你是先朝老臣 要节响顺便 皇帝坚毅常行 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不过 三个的聪明是尽有的 你要好好保护他 他长大了 自然不会亏负你们 你就把我这些话 转告给几位功名大臣吧 你也告诉他们 我的这个小孙孙 我也是保定了的 你们素日 知道我的脾气秉性 若是惹翻了我 也够你们受的 就这些话 苏玛拉姑 你送皇太子去养心殿 苏玛拉姑从阁后 拉着八岁的玄业走出来 玄业好像有点不太自然 给太皇太后和太后 每人请了一个安 说 皇阿娘 我要恶魔一同去 恶魔就是奶妈 玄业的奶妈孙氏 听到皇太子叫她 赶紧走出来 拉着玄业的手说 好阿哥 从今儿起 您可就是皇上了 不能再任性 恶魔不过是一个 褒衣的奴才 这种地方是去不得的 没想到 玄业却执拗地说 苏玛拉姑告诉我 无论谁都得听皇上的 是不是 皇上的话就是圣旨 是不是 那好 我现在就下圣旨 爸爸陪我去 宣旨说出这样的话来 苏玛拉姑在旁边 忙对孙氏说 你还不谢恩吗 孙氏立刻跪下 给玄业扣了一个头说 奴才孙氏 谢主子恩典 说完就站起身来 玄业扑上去 一手拉着孙氏 一手拽着苏玛拉姑 就要出去 慌得索尼连忙站起来 以老年人少有的敏捷 抢出一步 高喊一声 皇太子起驾 趁于事后了 前卿宫外的皇亲众臣正等得不耐烦 排在第二位的顾命俯臣 厄比龙就悄悄的一位 到了第四位辅政大臣敖拜的身旁 他先挤了几眼 他有这个毛病 一挤眼才能说话 不挤眼他说不出来 舌头在他的口里绕了两圈 慢腾腾 他才开了口 奥公 上书房转来窝贺 从成德办差回来后写的一份折子 说中堂 牵占了八大黄庄的地 您看 敖拜一听 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 他 不正眼瞧厄厄比龙 硬邦邦的拿话给顶了回去 那 就请俄公秉公处理吧 厄比龙又挤了几眼 接着说 傲公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折子 我早就凑着了 这些小人造谣声势 不必跟他们认真 再说 索尼老中堂年岁已高 我看哪 这事儿就不应在烦恼他了 对这样的人情 敖拜可不能不买账了 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一本正经的厄比龙 微微笑着说 多长官 多长官 厄比龙 厄比龙会议的点了点头 又说 老公 这样的事儿可疑不可在呀 口里说着眼睛却望着速立在街前的功名大臣苏克萨哈 敖拜看了一眼苏克萨哈 冷笑一声 点了点头 黄太子驾到 吴良甫亮着嗓门高喊一声 众官员立刻低头垂手站好 厄比龙也赶紧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前清宫西涌巷 苏摩拉过和孙氏把玄业扶下监鱼 玄业同心好奇 他一看 院内店前站满了人 就急着要进去 苏摩拉过对着他的耳朵低声说 就要走皇上了 可不许有孩子气 您要慢慢的走 老爷子 越尊严越体面 说完就同孙氏一同贵宋悬业进内 索尼坐前岛 带着悬业 慢慢穿过笔直的人永道 御前侍卫窝吸住 这刻图 绝勒塞尔毕 腰悬宝刀紧跟在后面 走到吴良甫身旁时 沃赫瞪了他一眼 看到吴良甫顿时就矮了三分 沃赫是内侍大臣飞扬古的儿子 顺治八年就做了御前侍卫 顺治一天也离不开他 皇后被处 吴良甫呢就擅自把御赐给他的一柄如意 偷出来了 没想到被沃赫拿住了 就打了他一顿漏风的巴掌 吴良甫就到顺治皇帝那儿哭诉 谁想到顺治却说 沃赫是个有良心的人 他不会称人晦气做见人的 正因为这一段姻缘 他对沃赫是恨之入骨